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 今天除了我Carmen之外 還有袁醫生 另外還有一位特別嘉賓 他就是我們另一個節目的主持 阿金 阿金你好 大家好 Carmen好 大家好 那昨天 最近發生這些事 我相信香港人都在報道上都聽過 或者講講給你聽過 我們今天會討論哪個題 就是一宗美容事故 阿金就會為我們聽眾講講詳細資料 遇下的時間 阿金交給你 現在要稍為澄清一下 那個現在都未定案 對於調查一些 他說是美容事故 還是醫療事故 現在都未知道 要調查一下 大家都可能會在報章 電視上看到 一個美容集團 大家都 其實我懷疑是香港都最大的 應該是 應該是 他的醫學美容集團 是啊 他發生了一些 意外 可以說意外 打針 打那些 幹細胞 其實在炮台山 他有一個很大的廣告放在那裡 那些幹細胞 那些美容的治療 你看看他的報道 那個頭條的報道 警察DR Doctor 毒針 撤否誤殺 他說這個 Doctor美容 醫學美容集團 的靜脈 那個疏液毒針 這樣來形容他 導致一名女顧客不治 警方把調查方向 轉為刑事 包括很多方面的人士 過去我們都聽到報道 有四位人士 在這個集團 接受一些治療 包括靜脈的液珠 但他其實從來都沒有說清楚 他從來沒有說清楚 他是在做哪一類的治療 這個細節就沒有說 我告訴你其實他在做什麼治療 這個治療 不如這樣好不好 Doctor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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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一下情況 好了 報道的情況 先講一下 坊間 很多媒體的報道 他現在有四個就進去 ICU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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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規管 這個究竟是否 醫療行為 以及 要怎樣立法去做 成立了一個由16人小組的 全部都是行內的專業人士 就是醫生 大學的 美容業界 美容業界好像不太多 就沒有了 我沒有他們分 應該就沒有 全部都是大學的那些醫學院 還有那些專業的那些團體的那些 那些話事人 就是美容業界沒有分 我看到就沒有了 他們的委員裡面暫時是那些醫務的人士 是 醫務委員會 整形外科 醫學會 大學的那些醫學院的教授 加上政府 衛生署 衛生膚類局 那些 就是醫管局的人 那16人小組去談 那怎樣規管 那 昨天就另外 整形外科的那個醫學會 就出來開幾招 他說我已經講了十幾二十年了 就是要規管 沒有網管 這些那麼危險的事情 應該是 受過專業訓練的 的 醫務人員去執行的 但我剛才 連普通科醫生都 都不行 因為他自己是專科 都不應該 所以你剛才提及的那兩個醫生 其實就是普通科的 普通科 所以他就不是專科 那個關係 現在都不知道 那個執行的那個醫生 和那個集團的關係 他判給他做 還是受拚 現在都不知道 大概的情況就是這樣 昨天媒體也都訪問過美容業界 他就說了 就是 那個程序是這樣 就是那個 整形外科 就先做了記招 那就說了 應該是規管 應該是專業人士做 接著就 又 又問回 美容業界 還有當時 一出事的時候 前幾天的事 美容業界 那些從業員 那個協會 就馬上開記招 他說我們不會做那些事情 就是怕有誤導 是不是 他以為 就是做這個 我們不會做這些 就是吊針那些 就是我們只是做美容 比如紋眉 那些 臉膚之類 就是那些 那些 也都有另外 昨天 就是星期四 也都有另一個美容業界 出來說 他說 你其實 我引述他 他說 比如你做激光治療 那些 其實我們的手法 我們的從業員的手法 比你醫生還純熟 對 因為他經常做 對 他說如果你要規管 其實很簡單 你不就好像在職業訓練局 你不就好像在職業訓練局 那樣 搞一個技能測試 技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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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證書 你就可以操作那些儀器 那為何一定要專業 醫生做呢 對 他就是這樣說 對 很明顯的問題 對 那這個情況 大概就是差不多 警方現在就用刑事調查方式 OK 那 我就看了這些新聞 那我反而想問一下醫生 其實 我想我們很多年前 也都 凡是一出了這些 我們都會去探討一下 是啊 是啊 我就想問 你比較熟悉整個醫療的氣候 整個政治 整個遊戲玩法 還有你也有很多資料在外國 那外國我懷疑都已經規範了 是不是 那規範了 那 我懷疑是否規範了 這些事故不會發生 那 醫生 你的高見 看看是怎樣 哈哈 其實 昨晚 阿金打電話跟我說 他說 發現這件事現在發展到這樣 那 就已經有一個顧客死了 整件事就 有很多反應 很多迴響 有很多迴響 我都預測了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 大家在這裡欠地盤 由頭到尾你記住 大家你記住 這件事 就是 最後最後 它不是什麼為什麼 那些大眾安全的真正原因 真正原因其實是欠地盤 一直各行各業 美容界 西醫界 現在所謂 美容的西醫專波界 其實你揭穿 流圈太太 其實就是趁這個機會 再爭一爭地盤 因為那個每一年 那個金牙很龐大 美容事業是全世界 是用得最淺最多的 比醫療的費用更多 醫療的費用在美國 比軍費更多 那就是說 美容事業是全世界 消費最多的活動 最好搭 最好搭 所以大家可以侯著 這個肥磚肉 用不同的藉口 不同的手法 其實最終是搶地盤 大家記住 我澄清了 這個心理 你自己明白了之後 你就可以從中 我會慢慢地分擦 發生什麼事 好了 最有趣的地方 在整個報道裡面 我都偶爾都能夠 我又沒有刻意去跟進這件事 其實他從來都沒有說 發生過什麼事 在做什麼治療 其實沒有一樣 是詳細說出來的 只不過 在過程裡面 就要做一些靜脈注射 好了 其實 我又 對不起 阿醫師 你剛剛說這件事 我又記起 補充一些資料 是 他說這個療法 是 類似幹細胞 要在部門裡面去分 對 去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程序 他是未經證實的 是 未經證實 我引述一下 整形外科的醫學會 他說 建議 他說如果所有未經證實的做法 如果要規管是怎樣 必須要專科醫生 去醫務委員會 去申請 去做 我心想 你去醫務委員會 也不方便批 你會做 在醫學界 但是有一個程序 始終所有新的事 都可以在當時未經證實 但你知道 很多 我們不斷有新的事出現 你不能夠用 從未經證實這個字眼 阻止任何新的事物出現 否則我們的地球 就沒有進步 我們還在吸血 還在放血 醫療會變成這樣 以我們之前說過的案例 西醫很多事情都未經證實出來 沒錯 87%西醫所做的事 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這個醫學雜誌 是《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 1980年已經說出來 1978年 美國的監定局 Otc Officer Technological Assessment 有一個這樣的機構 是國會指定的機構 曾經向美國的 普遍所用的醫療的步驟 作出一個普查 其目的是 到底背後有多少 真的有科學根據 80% 90% 西醫所做的事 是完全沒有醫學證實過的 包括所有醫癌的方法 他從來沒有做一個 嚴謹的雙重萬丈的科學證實 醫癌的方法有效 所以如果你說 我們不應該做一些 沒有醫學根據 沒有科學根據的醫療行為的話 可以這麼說 87%西醫所做的事 都應該被禁止的 西醫也要 西醫也要 這些誤導人 這些東西 有時候 他做什麼都可以 他是above law 他是懲戒法律之上 其他人要遵守法律 用他這樣的準則 大部分西醫的東西 尤其醫癌的方法 從來沒有真正科學證實過 從來沒有人 將癌症病分幾批醫 一個是不醫 什麼都不做 一個是用電療、化療、開刀的手法 即是正傳統的西醫所做的手法 或者其他用同類療法治療 又試用中醫治療 大家比較一下 是誰是有效或者沒有效 起碼 吾醫和醫之間的比較 是從來沒有做過的 從來沒有做過的 直至到幾年前 有一位加州大學的一位教授 Professor Harding Jones 他是加州大學生物物理學的教授 他也是美國癌症學會 每年的周年大會的主講嘉賓 他的課題是什麼呢? 他的課題是講癌症的數字 就是死亡率、存活率之類 他每年都去這些機構 代表美國癌症學會的周年大會 來講座 有一年他就公開講了 見我這麼多年的研究發現 他說如果一個癌症的病人 如果他有癌症 他選擇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做 比較一班去看西醫的開刀電療化療 他說什麼都不做 那批人的存活可以高達四倍以上 即不是過多四倍 可以高達四倍以上 這些真相 香港傳媒有沒有說過 從來都不會說這些真相 所以針對他剛才所說 沒有醫學根據 沒有科學根據的事 是不應該做 87%西醫所做的事 根本不應該做 花癌、電療、開刀、醫癌症 根本沒有科學根據 還有我記得這位教授 在講完那一年之後 就沒有再邀請他 沒有再被邀請 再發言 他每年都去那個 是他主講嘉賓的 一個重要的講者 他講這些話太過分了 即是他講了真相 講了真相給大家看 大家看真相 很可惜大眾傳媒 其實都沒有能力講真相 因為他都記得利益控制他們 講真相 聽我們網台的節目 世界上很多網台的節目 你在這裡就真的拿到 真理、真相就可以看得到 好了 我想跟大家繼續分析 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在講做什麼呢? 是講一種降細胞的美容術 通常他們怎麼做呢? 是將一個病人的血 抽出來 抽多少呢?其實都可以不少 可能都有五千、五百 有五百的CC 總之都相當大的 分量的血 然後他就在那邊 抽減一些血球 好像可能是白血球 或者抽減多些 我們降細胞的血球 然後就在實驗室 用一些特別的培植方法 加強他的降細胞的數量 然後用同樣的血 把血液培植了 那個降細胞 加強了的血液 就用植物滴珠 回到原本的病人手上 好了 這種情況 可以做到什麼呢? 知道降細胞是我們身體 一種初型的細胞 我們身體的很多細胞 都是由降細胞 變成骨的細胞 變成眼的細胞 變成心臟的細胞 所以在醫學上 其實一直都在做這件事 其中他最關注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 在意外 脊椎斷了 傷了 是不是? 就坦了 那他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他生回這些 神經線的細胞 脊椎的神經細胞呢? 因為一般的神經線 理論上是這樣說 死了是不會翻生的 其實現在很多人質疑 這個是不是這麼正確呢? 好了 他們早期做降細胞的目的 都是希望可以幫助這類病人 其實今時今日 降細胞治療 其實不只是應用這方面的方面 其實是其他 例如心臟病的問題 你的心臟病已經衰竭了 那你怎樣希望用一些 生的或者小的 嫩的細胞呢? 是等他再幫他成長一些好的 心臟細胞呢? 其實降細胞的治療 過去一直在醫學上 目的是想做這方面的應用 但當然 降細胞是一個年輕的細胞 那有沒有機會用這個方法呢? 用回你這個細胞呢? 是培植多些的降細胞呢? 是放在美容方面呢? 那你說有沒有效呢? 我自己親眼 在溫哥華 見過一個同行 一個自然療法醫生來的 女醫生 那麼他呢? 就用很多科技 是高科技 因為在加拿大呢? 在溫哥華呢? 有自然療法醫生是註冊了之後呢? 他也都可以做很多這些所謂 静脈砥柱的活動 因為他不會做大開刀的手術 但是也都有些醫生呢? 是可以拿特別的牌照呢? 是幫人做自然的生產的 就是這樣 好了 那我當時呢? 我是幾年去一去 那從我路過溫哥華呢? 我都約他出來吃飯 那有一次呢? 我就直接去探望他 因為其中有一個 我們以前香港的病人呢? 移民了加拿大呢? 就是找了一些衛生 做他的家庭醫生的 那所以大家都有共通的認識的人呢? 那我過去每年都去探望他 今次我去探望他的時候呢? 我發現他呢? 他的樣子簡直是年輕了很多 年輕了很多 好覺的 那他人呢? 是瘦瘦的 很清瘦的樣子 你知道瘦瘦的人呢? 就很容易有皺紋 那溫哥華也叫做潮濕一點 你知道北美修生活的人呢? 很多時候老得快很多 老得快很多 香港很幸運 因為天氣潮濕 那我很覺得他呢? 突然之間看上去呢? 他的樣子真的年輕了 那當然呢? 我未去之前 我的朋友呢? 我以前的病人的朋友呢? 已經告訴你 這位醫生呢? 是在做這類的工作的 那大家聊過的時候呢? 他曾經就 就是帶我看過他的設施呢? 他的診所很漂亮的 那也帶我那些那些儀器呢? 那些譬如培養 培植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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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特別的儀器呢? 那我問他怎麼做呢? 那他都用同類療法的方法去培植的 但是詳細呢? 我也沒有去跟進 但是他當時也沒有機會告訴他 那就是說 你說 沒有經科學證實的事呢? 其實是不正確的 因為呢? 如果我有些病人 做了這個部校 你看上去是年輕了的 那我覺得 那用一些 還需要什麼樣的方法去鑑定呢? 難道要有特別的儀器 看你到底咒紋少了多少? 有沒有這樣的儀器去做呢? 那所以 為什麼有幾十個人去做呢? 你知道香港的 其實都不是最先的了 這些這樣的方法 在我國一向都有做的了 那所以其實整個步驟就是這樣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那其中一個呢? 就說 原來呢 他的血液裡面 總之病人身體裡面呢 就有特別多這種 菌的存在 這種叫什麼菌呢? 那數量是比驚人大 那香港的醫務人員 在醫院裡好像都沒見過 那些用強力抗生素都不行 他說那些菌已經是走運內臟 上腦子那裡 他用很大劑量的抗生素 即是他形容度是最多的了 強力 打到不能再打 但也救不到 那些血管阻塞 是啊 好了 那他現在說的是那個病者 他也沒有很清楚說 是不是其他四個住院那些 那些顧客病人 是不是都說這個問題呢? 他有沒有這樣說呢? 其中一個就有說一下 都是差不多的 但其他是不是這樣 我就不知道 其中一個也是這樣的 其實只是這個都說得不深入 是啊 其他那些更加很少 因為在我們醫學界我們都知道的 任何的靜脈的滴注的程序裡面 都有機會有些人出現一種突發性的 全身蔓延性的血是自己是凝結的 嗯 那如果你出現這個時候 那當然很大劑 那會死的 但為何會出現呢?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總之有些人呢 是會正常地做這些步驟裡面 都有一個風險的 可能幾萬個一個 但那個直接數據 我不知道 因為我聽過 我知道在美國 曾經有些醫生 其實他本身是西醫來的 記住 做生的全部都是西醫背景西醫底的 但是他都從事這些靜脈滴注的方法 例如滴注 那個雙氧水 滴注臭氧 滴注維他命C 那你明白嗎? 在大陸 原來醫院去到什麼 都是滴注 打滴 打滴針 就是經常幫你滴 這麼危險 這麼高危 雙風感冒都去做這件事 現在你報紙的醫務人 如果在香港有人這樣說 任何的靜脈滴注 都是一種高危的醫療手法 那就糟糕了 在中國雙風也是這樣滴注的方法 那就挺好 那就挺好 立法規管 只是醫生做了護士 不可以做 那就挺好 你聽了 如果你是否一個這麼高危 如果你有任何靜脈滴注的東西 都是高危 那就很糟糕了 很多事情都是 每天都在做 在大陸每天都進入醫院 雙風感冒債重 好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初初看到這個報道 我就想會不會是這一類的問題 但這類的問題 就算出現也好 是很難預測的 你很難知道病人的底子 會有沒有這種突發性的反應 但突然之間有四個人都是 我覺得可能這個機會 就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是我昨天所說的 這種突然之間的敏感反應 只不過他可能感染了 整件事現在正在追查 現在都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病人身體 有這麼大的菌 數據這麼大 會不會在實驗室 在培植這種血漿的時候 是感染了呢? 他們懷疑就是這樣 但目前來說 還未曾有報道 真正正是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下次反應就是很多很多反應 那好吧 其實聊到這裡 我們要休息一下 因為第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稍後回來和大家再聊 唉呀 你輪轉天 風濕骨痛很辛苦啊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嘩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剛才阿余醫生和阿甘說得很興起 現在可以正式和觀眾聊 不是 和聽眾應該說 是啊 我想跟大家用一些清晰一點的眼睛 他的頭腦 他的頭腦 他分析到底 我現在差什麼事 差什麼事 什麼大件事 其實你記住 現在所講的 現在是有一個步驟 是有一個醫生 一個香港註冊的醫生 是做這個步驟 就是幫你進行靜脈抽血 然後射入血 不斷做這件事 你每次紅十字會 你捐身血都在做這件事 不是 任何公立醫院 如果下次捐血的時候 你就小心一點 現在他說到 將來有什麼做血液 輸用血液 就要三天之前 要做些細菌培植 我真的想想 根本是不切實際 只有一個講字 沒有一家醫院 能夠做到這件事 做好之後的價值會怎樣 其實完全是不切實際 問題根本都不在這裏 問題的重點完全不在這裏 好了 講一個這樣的步驟 一個很普通的步驟 香港來說 很多護士都經常在這裏做 抽血、整血 我們以前讀書那時候 都要做這些抽血的工作 有什麼大不了 所以問題不是誰抽血 記住 不是找一個專科醫生抽血 這件事就會減低 完全是沒有關係 所以你不要被人誤導 問題結果在哪裏 其實一講的問題 都不知道是什麼事 都不知道什麼事 是否在實驗室那裏 培植細菌出現問題 如果問題出現那裏 將來一個專科醫生 我當作只是給他做的 那是否他控制到呢 他是否有機會去找一個 經常看著實驗室 是否乾不乾淨呢 是否他會天天找一些專家去看呢 其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 這件事在世界上 很多事情發生 好像很巧合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原因 我剛才坐車下來 在小包坐車 遇到一位朋友 我很久沒有見她 原來這位女士 在美容界是很資深的 即是老闆來的 她是開很多學校 教美容、培訓 即是老行專家 是老行專家 她自己是護士背景 曾經是座產事 大家坐在旁邊 我看到她 就坐在旁邊 立即說起這件事 我又聽她說 我即是說 如何發生這件事 你認為應該怎麼解決呢 要她怎麼說呢 她說 這些事情都非常之危險的 應該將來 逢親這些事情 那些美容院 或者普通診所、醫務所 其實她的消毒程序 是否這麼好呢 可能做過造作之後 那些人可能會抹一抹的汗 不像醫院裡面 醫院裡面不是的 你的消毒藥水抹一抹就扔了 但做手術是這樣的 她意思就是說 其實將來應該 將這些步驟 全部在醫院裡面做 我聽她之後 我呆了 我問她 我問她 有否聽過一種病 叫做 No-so-commule disease 是因為醫院感染出來的病 其實醫院是最多菌的 最多菌 最危險的地方 當然啦 醫院你這麼… 即… 說真的 不衰也不進去 還有呢 你沒事進去都衰出來 太反了來自 你知道嗎 在醫學上 醫學上有個名詞 叫做No-so-commule No-so-commule 即是說 病是醫院裡面感染回來的 簡直有個這樣的病名 讓你知道 那你知道呢 其實醫院裡面感染的率是很高的 醫院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你要那些菌呢 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地方的菌 你在醫院裡找到的 其實現在都日日報的啦 很多…很多… 很多強力那些… 即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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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啦 我告訴你 外面未必… 在家裡乾乾淨淨 你不要常常以為 這些…在醫院裡面安全 對呀 其實越來越難在普通環境生存 沒錯 即是… 他… 即是很多嚴重的病人 都在他那裡 當然啦 他的環境… 那只是他的環境很適合 那會將這些美容的步驟 要建議在醫院裡呢 那我立刻說了之後 他立刻突然醒覺 希望他醒覺 那我立刻講的例子 是實例來的 幾天… 大概上個星期左右 我跟妹妹… 大家出街見面吃飯 她說起來 她說我剛才去了 一個朋友的喪禮那裡 那裡 是嗎? 誰人呢? 即是… 即是… 我已經開始發現 我們不是很大人幾人 一個人這樣死的了 癌症、乳癌很多很多 那她說發生什麼事? 這個朋友呢 就去做白內障手術 那… 其實白內障手術應該很簡單 一個小時左右 一般的醫務所 一個小時後幫你搞定 但結果呢 就有一點點感染 好了 因為有一點感染 他就於是 去了醫院那裡 去做治療 即是… 可能貪得意 也好 因為普通感染 不用進醫院的 他走到醫院裡 接著在醫院裡 住院的時候 感染了一種病 令到全身的器官 全部血溶了 哇 即時死亡 即是超級病菌 即是那些強力的 那些超級病菌 這些東西 全部有沒有報道過呢 聲音都不聲音 其實是經常出現的 哈哈 因為你叫做沒有報道給你聽的 是吧 我也聽過有一個個案子 又是我的家裡 有些朋友來的 又去做一些種牙 去到一間很出名的種牙地方 因為他去了印度搞 搞了搞不定 印度的醫生說 你不如來香港呢 我老師在那裡 然後來到香港教 在做麻醉的時候 那條管插錯地方 哎呀 看到他死了 這個不奇怪 其實這些 雷見不鮮 你有沒有聽過 不是想不想聽過 直接看著 醫生 不斷插十次八次都插不清 那經常發生 醫生不像護士 經常做得熟 有個護士 插多少都插不到 人緊張又插不到 是這樣的 醫療事故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 最近我們發現 香港醫院有一個網站 不知道是誰做的 把很多的香港醫療事故 組合回來 登上去 是的 我見過 原來他告訴你 原來香港醫療事故 近年來 是以倍數來升的 我都不知道 這個數據 我也知道 那他怎麼知道 其實我相信他都是傳媒搜集 他都不會特地去醫院裏發掘這些 傳媒報道的資料 越來越多 醫療事故 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好了 如果你用這個背景之下 你會不會將一種治療 是強行將它作為醫療的治療呢 如果你當作醫療治療 它撥入醫療的環境去做 其實封件是增加了 就不會減少了 記住記住這件事 不要傻根根 以為進去就會安全了 其實更加危險了 好了 他們現在爭了 我跟這位長輩 他已經做了很久了 我說現在美容界做些甚麼呢 美容界現在很清楚 想跟他們劃清界線 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不要連累我們美容界 你們醫生醫界 你做這些美容的事 你就跟我們劃清界線 西醫美容界 和美容界的美容 是大家劃清界線 由頭到尾 其實最終的目的是 保護自己的生意 不要受它連累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一開始有事故 美容的從業研協會 就立刻開記招 那些醫生做的 不是我們一般美容從業研協會 對 其實說真的 難道你普通人和你 對手 對手 你也不夠膽 沒錯 不要連累美容界 好了 你也看到在報章討論 他經常很強調 這些是醫療的步驟 這些是美容的步驟 好了 甚麼是醫療行為 甚麼是美容行為 就給個例子問問大家 如果大家認為龍胸是屬於一種美容的行為 或是一種醫療的行為 但很明顯 現在有一種特別的專科的醫生 叫外科整容的醫生 整形外科 整形外科的醫生 整形外科的醫生 整形外科的醫學會 整形外科的醫學會 當然整形有時可以當作一種醫療 或是K了營 或是K了營 被燒傷了 那些 那這個 到底是一種美容的行為 或是一種醫療的行為 其實都是很難界定的 好了 你可以看到 一當有一件事發生的時候 整個社會 都是一種這樣的迴響 最終最終 永遠 將我們的自由的選擇權 一直縮小 其實你會發現 全地球都在出現這件事 趁一個機會 立一些新的法例 那法例 最終最終 是將我們的自由的選擇 一直這樣縮小 那法例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限制你和我的自由 他肯定不會這麼說 好像我們很多的法例 他說要保障病人的安全 唯有優先考慮 這個藉口 就是永遠這麼急 其實醫生真的有很大問題 這個邏輯 沒錯 現在出事的是註冊醫生 沒錯 你認為一般人 一般的美容從業員 從第一天開始發生這件事 高永文出來說 他說 我們要調查有沒有人無牌行醫 那沒有 現在是有牌的 有牌行醫 那怎麼辦呢 現在分結 這個是一個普通科醫生 兼做美容 那現在香港有一班專科醫生 專門做美容 那現在就爭了 是不是 那將來他們當然 專業的美容醫生 就說 這些應該是專業的美容醫生做的 你放心 他們已經聰明了 我昨天已經說了 那些高風險行為 應該專科去做 那些普通的激光 那些割雙眼皮 那些就普通科做 那普通科都沒有看這件事 沒有割雙眼皮 那些激光治療 那些就普通科做 大家分一分 現在就像分裝行為 那這個很明顯 那你說靜脈敵珠 這個行為就是靜脈敵珠 那靜脈敵珠是誰做呢 現在可以這樣說 護士都在做 你外面去輸血 可能有些普通的護士 幫你一天幫你抽血 那就是死火 所以在大陸日親的醫院 雙風感冒都是敵作物敵珠 那些買保險那些 抽中 麻煩你做一些身體檢查 我才會收補 那些大家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去那些激光 那是誰刺你一針的 那是激光技工 肯定不是註冊的 未必是註冊會事 那些激光技工 就是這樣做 那是不是高風險行為 你一針還不是高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很多人在家驗血糖 那些 是啊 那些機器 自己刺自己 自己注射 那些不重要 那些自己打死 自己注射自己的元素 不是那些自己打死 他注射疑倒數 那你說是高風險行為 注射的身體 那怎麼辦 那是不是要找一個立法 那就是要告訴你 最重要的 大家要明白 很多國家 有無數的立法 已經成立了 是從來不見得 因為這些立法 令到這些醫療事故 減少 最主要就是想問問多派 最重要就是這件事 有沒有少到 好像香港現在一直爭拗了很久 藥劑師和那個醫生 那藥劑師就說 我們應該好像跟隨外國那樣 醫生就不可以賣藥 不可以配藥 他只能夠寫紙 那些病人寫紙之後 就要去藥房配藥 由我們監管處 由我們監管處 這是外國一向都做的 那好了 那最大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當然他找出的藥劑師 就說 因為醫生他們不是藥劑師 他對藥的知識 肯定沒有藥劑師 專業的藥劑師高 那時候 可能配藥 可能會配得不對 或者份量會錯 這個是其中的原因 那現在公立醫院 都是藥劑師配的 是 如果配了那又怎樣 那我一個是 限足我們香港藥劑師 要求要做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醫藥分家 那結果是否醫療事故 是否有減少呢 我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次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這本書 作者是Caroline Dean 是一個註冊的西醫 她在裡面 已經搜集了很多的資料 由三個PhD 兩個MD 在醫學文獻裡面 我們叫做 同行鑑定過的 醫學文獻的數據 加起來發現 竟然在美國 是凌智死亡的原因 最高是西醫所做的行為 每年有 七十八萬九千六百三十六人 是死在西醫那裏 那裏 那裏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根本是被人誤導得很離譜的 我們經常 有什麼事發生 一般人的心態 就要有人保護 自己不行的 我們永遠就要 好像綿羊那樣 有什麼事 就要找些人保護 我要找政府保護 什麼都要靠政府 靠政府 靠專業人士 其實呢 搞到這個社會的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 真真正正的 我們要推的方向 其實每個人 是自己有足夠的能力 去處理自己的問題 就不要愚蠢蠢 以別人保護你 那你便損失了自己的權益 還有你立這麼多法例 我們中國也有一句名言 作法自弊 有什麼叫作法自弊 作法自弊 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啦 你弄這麼多法例出來 你不要以為大家沒有運行 是不是 很明顯的 法例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限制人 難道我們會多了自由嗎 法例就是規管別人自由 沒錯 我告訴你 很有趣的 我們有很多所謂的 基本法 人權法 說到我有言論自由 有選擇 什麼都說得很 堂堂正正 說得很偉大 很好聽的 但是呢 一到地方法裏面 就一樣把你剝削 是啊 都說法律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限制你和我的自由 沒錯 你自己想想 那一陣子 我們有選擇自由 我們可以有自己 照顧自己的自由 但是我們那個 不良醫學講的條例 說到明的目的 是不想你自己 幫助你自己 立法的目的 竟然是這樣的 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他當時 為何立法呢 他不想你自己 自己 他說我自己 自己的基本權力 也沒有嗎 這些很離譜的法例 就完全抵消了 我們另外的所謂基本法 全都是抵消了 好了 你看到美國 美國有很多法例 很複雜的法例 原來呢 美國呢 一百個人裡面 有一個美國人 是坐牢的 坐牢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太多法例 你真的很容易觸犯 很容易令你坐牢 即是動你 就大打法例 當然了 整個司法制度 是很腐敗的 你們猜都猜不到 我也沒有想過 一個國家會 每一百個人 有一個坐牢 一個坐牢 不是坐過 我以為坐過 我以前經常看過一次 我以為她的意思是坐過 坐過也不要緊 坐過也多 你差了幾年 對啦 原來坐牢 哇 我真的聽了一首抵抗思議 原來在加拿大 現在有多少法例 有六百萬條法例 我想誰會記得到 法官都記不到 好了 整個香港 整個文明社會 他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不斷地 所謂立法庫 香港就是這個問題 立法庫的人 他覺得他上班的目的 就是要立法 他一天不立法 他就不是在做事 糟糕了 不斷地立了一些很愚蠢的 就是損害我們的自由 將我們的權益 給了一些利益 那些既得利益 那些人士 就美其明顯是幫我們消費者 其實最終最終的 達到的目的 是將利益 輸送給那些既得利益的人 其實大家都死的 你不要以為 你立了一條法例 是規管 只是專業人士 才可以做的 你會很過癮 我告訴你 你怎樣立立那條法例 只是你做 其他事情 你又不能做的 你不要以為 那些整形外科醫生 你以為很過癮 立了法例 其實一樣是作法自弊 他自己都綁手綁腳 大家膽著 還有一件事 其實阿金 我們之前都提及的 你立了法之後 反而有什麼事發生呢 你是不能夠用正常的刑事法去追溯 那就好了 現在你看看 警方 警部署長 出來開記招 高調 我要介入刑事調查 你試試看 如果那些是專科醫生做的 不好意思 你不如去找醫委會 去投訴 你自己民事去追討 沒錯 其實是有很多弊端在這裏 以前我都重複講過 這個好像一個羅馬的法律學家 叫Cicero 上網看到的 他曾經講過 法律越多 公正越少 也有些人說 這句是出語 Sir William Blackstone 暫寫英倫法律的一個法律學家 好像一定是說 總之 the more law the less justice 法律越多 公正越少 我再加多一句 法律越多 就肯定自由越少 這個很明顯 都說法律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規管 限制人 難道做什麼 幫你 其實很多問題 是應該由教育的層次 很多問題 不是用法律的層次去解決 人與人之間的行為 是不可以用法律去控制的 只是能夠用教育的方法去控制 最近有沉船 意外 又是說什麼 又是看有什麼漏洞 有什麼法律 我想相信是怎樣 下次誰坐船 都會帶著救生衣 是不是要搞到這樣 看煙花要申報 就是要登記新聞證上船 怎麼搞的 就等於坐巴士撞了 那算不算 坐巴士都登記新聞證 其實年中撞巴士都會撞船 就是有時候是有意外 意外就是要取捨 當然會發生 有些人會總之意外 那你就不能夠說 因為這樣可能 香港可能開埠以來 就是第一單 是不是 死那麼多人 又不是第一單 是第二單 其實是很少很少發生的 那你說下一步 是不是要某年齡 10元仔 某年齡10元仔上船 都要帶著救生衣 我想熱死 那看看 很多時候 其實那個 那個要 那個 那個 是貴多於利 希望大家 在這方面 是多點 警惕一點 不要 就 好像一個 在 在 那套書裡面 那個 《Medical Mafia》的作者 這位是西依的 女西依 大部分人 就好像 綿羊 那樣 白綿羊 經常被人 採覺霧 割多些 這樣想 就把你剖掉 這些 這些白羊群 裡面 大部分都是信民 是不斷地被人剝削 被人宰割 那 還有一批人 就叫做黑綿羊 就好像我們這些人 我們不明 不平則明 那些 但是受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迫害 會出現我們身上 還有 他說 其實這個制度 已經是腐敗到 是玩不到下去的 那 真正要解決 就直接脫離這個制度 那薛森林托 在加拿大 直接放棄加拿大公民權 直接放棄加拿大公民權 直接不讓這個遊戲玩 最近在網台 網上看到一個資料 就在南非洲 南非 就有一個組織 差不多一百萬人的組織 開始在法律上 告那些銀行家 欺騙我們的錢財 挺好的 因為 其實我們這次今天 我們去銀行借錢 其實銀行是沒有錢在裡面 是啊 它是沒有錢的 只不過在紙上 就說 我借了錢給你 賬面 賬面 在帳戶上 再打了一個字 接著就收你利息 其實它根本是沒有錢 它根本是沒有法律的權利之下 可以借錢給你 在美國曾經有這些官司 那個人買樓 最後就是給不起錢 銀行就收樓 要追討它 那它整天在法庭上 就打出 它根本是銀行 它自己根本沒有錢 它根本沒有資格借錢給我 從頭到尾都是 那其實現在 今次今日 整個金融制度 都是這樣的 現在可以這樣說 現在企圖控制 我們全球的人 在上面那些銀行家 這些是隱形的銀行家 那些字是否沒有中文名 可以再提一提那些 是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想去聽 就是THRIVE THRIVE THRIVE MOVEMENT 聽聞已經有人 已經翻譯了很多不同的語言 土豆 已經有人 很多不同的語言出現了 我記得 好像叫盛世 好像翻譯了 叫盛世 是否在覺醒字幕組 有沒有 是啊 有 就是在覺醒字幕組 專門翻譯這些 總之去土豆 大家去土豆 你可以大家去看聽聞 已經很多人 將它翻譯了不同的語言 其實這個地球 很多是發生著的 當然 同時 打壓的手法 不斷地出現 永遠就是 一些事故 借題 又用一些新例 來控制我們 就算沒有 我們都會到處做出來 會強行做 譬如911 我們都整個人都做 911 自己看清楚一點 話是911 全世界沒有一個石屎樓 是可以被火燒到軟 還有一個多小時後 就開始軟 而且是八秒鐘 軟到變灰 不止 下面的貢筋 還有一棟 是沒有撞過 都會軟 所以 我們很多時候 叫人 我第一次醒覺 也是一個病人 告訴你 911是根本自己做的 內部的行為 其實美國在調查 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 都不相信911 政府官方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看 華視911 有三棟樓 倒了 有一棟都沒有撞過 都會倒了 你不就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補充一下治療 剛才那隻 那隻 中文翻譯 就叫做輕盛 高興的慶 現在內地的人都頗有心 對 對 他這樣也頗辛苦 他也頗不錯 對 即是說我們要輕盛 人類要輕盛 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這個輕盛 這個組織 其實它背後 是有很多行動的 其中 我曾經所說的 南非洲的官司 就是輕盛 Foster Gamble Procter & Gamble 的後代 跟那個 南非 那個機構的人 就是一個對談 一個多小時 YouTube都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世界上 很多事情發生著 我們第一件事 大家要醒覺 要盡量 看到背後的真相 很多表面我所看的東西 其實跟真相 不是真相 很多是誤導我們的 那不斷的事故發生 我們不斷的 在我們的網台 大家警惕大家 要了解一下 發生什麼事 我再補充一點 我就懷疑 有些事情要發生 它也要發生 比如這些立法規管 一定規管 你看看它立了法之後 所有專科醫生司造則 又看看它的場景是怎樣 看來都走不掉 又是作法自衛 大家抱著死 還有很簡單 它規管了 其實都預計到 規管了 專科醫生司做得 到時沒有藉口 人照死 那沒有藉口 這些一定會發生 這些事情 其實立了法之後 可能還會吵架 上次屯門醫院事件 其實只要立了法 醫生跟足程序 即使中間再有什麼事故 你不可以刑事 哭也無謂 去醫治醫療程序 你不可以刑事調查 最多是去醫務委員會 去投訴一下 醫務委員會 其實他所做的事 已經做足了 做足了醫療程序 不過可能有點安慰你 停牌三個月 緩刑一年 說完了 都是差不多 不過今集談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那些時間 下次有機會 再請金上來 跟袁醫生再談 如果各位聽眾 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意見 要給我們 歡迎去到我們 圓網台的討論區 如果大家的問題 是比較複雜 或者情況是比較嚴重 而自己又處理不到的話 也可以選擇 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 是2577-3798 好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要跟各位說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www.natural www.h-e-a-l-i-n-g-dot-com-dot-h-k 吉祥